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受党主席吴敦义颁发的荣誉状后 宣布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党类初选 郭台铭参选消息一出立即震动两岸三地 作为台湾最知名也最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 郭台铭以70岁高龄跨界政坛 此举无以引发世人广泛关注 那么为什么郭台铭会在现在选择参选2020 他若真的当选会对两岸关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在此做个简单的分析 先说郭台铭为何要参选 关于自己参选的原因 郭台铭解释是妈祖托梦 这个当然是扯犊子的鬼话 没人当真 至于郭台铭是否真的有一腔国家情怀 这个除了他自己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只能从传统的利益角度来剖析可能的原因 首先一个可能是自我的价值实现和满足 郭台铭在商界已经是顶级大佬 无论是个人财富还是江湖地位以致顶峰 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已经觉得满足那倒也罢 但若还有人生更上一层楼的想法 那参选2020到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在中国人传统理念里 是还是在商之上 尤其是如果上升到历史地位的高度 古今中外政治家的关注度都要远在企业家之上 虽然历史地位和评价这些东西 在普通人眼里纯粹是虚无 但对已经站在社会顶层的尖端人物来说 这个还是相当为他们所看重的 其次就是对事业发展的助力 这个助力得从两岸关系对鸿海富士康 来自整个在路台上群体的影响来说 如果要对改革开放后 两岸关系发展的获益者做出一个评选 郭台铭排名第二 没人敢排第一 在来大陆前 郭台铭不过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企业主 正是凭着大陆改革开放这波历史级的机遇 以及对台商优惠政策的把握 郭台铭才亦飞冲天 成为大中华地区 来自全球范围内的顶级商业大佬 当然 郭台铭的成功也离不开自身的超强能力 以及大量付出 努力 但正所谓时事造英雄 而非英雄造时事 在富士康与大陆的双赢中 后者扮演了风口的角色 富士康和郭台铭自身再优秀 也仅仅只是风口上的猪而已 当然 今天的富士康已经不限于中国大陆 而开始了全球化布局 不过 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大陆 作为富士康主体核心的地位 世界工厂的巨大综合优势 更是决定了离开中国大陆 富士康几乎铁定陨落 凭借大陆东风崛起又对大陆深深依赖 这样的郭台铭深知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 对自身事业和成就意义 但是两岸关系的发展现状 却并不能让其满意 或者说越来越不适合富士康 来自所有在路台商发展的需要 以前台商在大陆活的是很舒服的 鉴于大陆贫穷落后 急需资金和产业 所以台资可以享受基于直接利益考量的经济优惠 此外 由于大陆当时国力有限 对台湾的影响力还相对较低 说的直白点 除了武力就没有太多别的筹码 所以台商在大陆的经营活动 还被赋予了特殊的统战意义 大陆有必要通过对台商的扶植 间接对台湾施加影响 这样一来 台商还能坐享基于统战考量 所带来的政治优惠 但现在形势跟以前不同 首先随着大陆的发展 资金需求已经不是问题 产业方面除了芯片产业还有相当距离 其他的领域陆企业基本赶上甚至超越 人才储备也逐渐跟了上来 这种情况下台商在经济层面的重要意义 已经大不如前 甚至还面临大陆企业的强势竞争 而在政治层面随着大陆产业集群化的成功 和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 台湾制造企业离开大陆这个产业基地 生存空间可以说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 随着大陆强势地位的确立 它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直接对台湾社会产生影响 台商在大陆对台统战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 已经有相当的下降 这种变化台商与大陆的关系逐渐发生了逆转 虽然依然是双赢格局 但以前台商在这种格局中 是占了相当主动地位的 更多的是大陆有求于它 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 而现在在这套格局中 大陆已经明显占据主动 双方的关系也变成了台商 为了生存和发展 更加依赖大陆这块产业基地 依赖于大陆政府的扶植和照顾 风水轮流转 现在轮到台商更依赖大陆 有求大陆政府 既然如此 大陆也就没有必要对台商 像过去那样迁就 现在的台商 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大陆这块土地 而过去所拥有的技术和资金优势 现在又陆续被路起追赶 甚至超越 这种趋势下 如果大陆能基于统战考量 继续给予台商足够的政治优惠 那他们的竞争力就会凸显 才会更好地活下去 但是政治优待 那也是有条件的 如果台陆关系好 或者台商在两岸关系方面多出力 那当然可以享受统战优惠 反之 不刻意围栏你 那就不错了 那还来的什么优惠礼包 而现在无论是两岸关系 还是台商在推动两岸关系方面发挥的作用 似乎都不能称之为好 或者说达不到大陆政府的要求 长此以往 随着路支产业的不断追赶 台资的竞争力将越来越弱 日日也越来越不好过 甚至万一哪天台独玩过了火 两岸关系被他们带到了沟里 逼得大陆要掐断台湾的造写功能 以做惩戒时 这些台企没准还要迟余之殃 毕竟台湾现在的钱源头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帮在路台企 综上所述 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像20年前 在路台企已经不能再像当年那样一边赚钱 一边在政治上装装样子甚至耍滑头 在新的环境下 两岸关系对台企的生存发展已经越来越重要 搞得好台企可以享受政治优待 要是被台独搞砸 台企也难逃迟余之殃 这种情况下 台资对台湾政治施加影响的动力和欲望也越来越强 郭台铭作为台湾第一商业大佬 抬起在路的代表 出面参选2020也就可以理解 而郭台铭如果能够当选 对两岸关系肯定有极大的好处 对于这一点资本市场也给出了答案 郭台铭参选消息一出 资本市场也迅速做出反应 富士康旗下护港台六家上市公司 当日纷纷大涨 考虑到这还仅仅只是表态参选 如果当选 那富士康的掌停板怕是更加恐怖 为什么资本市场对郭台铭参选 抱以如此大的期望 原因是两方面 从个人来说 郭台铭可以说是台湾岛内 参选人中最了解大陆 对两岸关系理解最深刻的 同时也是大陆关系最硬的一个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毕竟两岸政治隔阂甚深 岛内舆论对大陆又是习惯了抹黑丑化 虽说能参选2020的高级政治人物 多少还是懂得历史规律和政治逻辑 不至于像普通岛民那样紧挖 对两岸关系的理解也不会像表面上那么幼稚 但毕竟常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 对大陆和两岸关系的理解也依然是相对笼统的 虽然基于政治训练 知道大格局是怎么回事 但往下细分 尤其到实践领域 其实了解也依然肤浅 但郭台铭不同 郭台铭在大陆混了30年 从一个普通台商混成顶级商业大佬 对大陆的理解和认识绝对超过大部分台湾政客 在大陆的人脉也是非传统台湾政客可比 民进党就不说了 哪怕是国民党政治精英 跟大陆政要的接触其实也不多 而郭台铭因为富士康的关系 可以说上至北京下次各省 与大陆政要都有广泛的交集 当然郭台铭也有劣势 跨界而来不懂政治 不过这个在现在的台湾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我们在之前就说过 现在的台湾的困境和问题 追根溯源都在两岸关系上头 只要把两岸关系屡顺 台湾的所有大麻烦都会迎刃而紧 郭台铭虽然未必尽懂岛内事物 但懂两岸关系 只要这个关键点拿下 就出不了大问题 这是从技术角度来说的 从政治立场和对两岸关系的态度来说 相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大佬 郭台铭也必然更加靠谱 之所以如此独定 倒不是说郭台铭的内心深处 是否真的欲推动两岸统一 只不过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台商 家业大半都在大陆 前途命运都细于两岸关系 物质决定意识 存在决定认知 这样的物质基础已经决定了郭台铭的立场 而除了立场 从实践角度来说 郭台铭如果真的上位 也极大的可能对泛滥多年的台独思潮动真刀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资本家和政治家 他们的利益基础是完全不一样的 台湾社会受台独余毒数十年 中国认同被严重边缘化 大批民众被台独思潮洗脑 对大陆抱有极大的敌意 那些使应台独分子字不代言 哪怕是稍有见识的民众 虽然理智上知道台独是早死 但感情上许多依然会倾向台独 这就很麻烦了 考虑到民众本来就是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群体 当大批民众情感上倾向台独 政治人物也就不可避免的被其所裹挟 所以我们看到 哪怕一开始是以中国正统自居 现在也靠两岸关系续命的国民党 他的那些大佬们也都一个个手鼠两端 一方面经济上迫切想找大陆炒红包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推动两岸关系消极回避 而国民党大佬之所以有这种不着调 原因无他 说白了就是因为被民众裹挟 西式选举制度下 政客完全靠选民吃饭 所以哪怕选民的诉求不合理且自相矛盾 他们也不敢武力 但郭台铭这种人不同 他不是政客而是资本家 对于资本家来说 钱才是他们最宝贵的东西 这种利益基础的差异 决定了资本家上位不会像政客那样 为了选票而过度迎合选民 这种差异决定了面对台湾扭曲的社会思潮和民众心态 单纯的政客更倾向于手鼠两端 回避政洁 但郭台铭这种资本家 所以自身以及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 他会更有魄力 也有欲望对弥烂的政治环境与改造而非迁就 不过改造而非迁就 肯定会激起选民的反感 一般情况下 这种人很难在选举中获胜 但现在台湾情况不同 受过了经济颓迷的民众 改善两岸关系的诉求大大上升 对台独的认同感也下降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低位 郭台铭作为两岸关系的一个经典象征 岛内社会声望也算不错 再加上国民党系统混乱不堪 缺乏强势大佬 这种种因素再加上资本的力推 此时参选倒真不乏成功的可能 而以郭台铭参选为标志 过去数十年中一直游离于外的台湾资本力量 也开始介入政治 介入两岸关系 与苟且混日子靠忽悠蒙厉的传统政客不同 靠大陆赚钱的台湾资本 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对改造社会思潮和政治环境有着强烈的欲望 所以无论郭台铭最后能否当选 伴随着这股强大势力的进入 台湾政治生态必将迎来一场急风骤雨般的冲击 一潭死水的困局从这一刻起被打破